我们可能就要先来简单的看一下 简单的来看一下一张图 它的一个计算的方法 你看在这个地方20岁 它的收入20 21岁收入26个千 就是26,000 22岁收入25,000 所以它大概是在我以散布图来去画 年龄跟平均月收入 大概就是在这一群C1群 那如果是41岁 它收入是不是比较高 3万 然后43岁32,000 所以画在C2这一群 如果52岁收入455岁收入38,000 是不是画在这个地方 这样是不是就很容易做分群 但事实上并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来去看一下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距离公式 距离公式如果你这样看 你可能也看不懂它到底在讲什么 它简单的一个做法 简单的一个做法 我写在白板上 这个距离公式我们用一个根号 例如说两点之间的距离 例如说X1-X2 然后Y1-Y2的平方 这就是距离公式 这也就是它这边所写的 好这就是它这边所写的意思 所以等一下我们先用这个距离公式 请问一下开根号 开根号是不是SQRT 对吧 SQRT 然后刮胡 然后X-XY-Y 我想等一下我们要会算 好我现在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做法 好来去讲 讲完看等一下你们会不会算 举例来说我这边有1234567 七个点对不对 我们说它是一个非监督的学习方式 所以呢一刚开始你知不知道 或者我们能不能指定谁是中心点 不行嘛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加一个红色框框 这就代表中心 所以这边是不是有一个两个三个 有三个中心点 为什么有三个中心点 因为我们预计分成三个类别 所以有三个中心点 就是唯一比较不好的就是 在这个地方 你必须要先指定它有三群 三个中心点 那如果四群就四个中心点 那接下来呢 你随便选择 可不可以选择这个当作是中心点 这边一个两个三个都可以随便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 现在我们只是随便的选择 这里面资料有七个资料 其中任三个是中心点 然后接下来第一件事情 它算最短距离 请问一下 这个点 它是不是要跟这个点来算最短距离 这个点是不是 它要跟这个中心点来算最短距离 就是我每个点都要跟这个中心点算一次 我每个点也要跟这个中心点算一次 我每个点都要跟这个中心点算一次 所以总共算了几次 21次 因为有七个点 七个点我有三个中心 所以我要算21次 这也许你们觉得 那没关系 假设万一现在资料点是150个点 我分三群请问要算几次 450次 那问题是 这很难不符合我们讲的那个数据分析的有效性 所以假设我们取1000个资料点 分三群 你是不是要算3000次 这样可以了解 那大数据分析 光是我给你们的2449 你是不是希望算出来 假设假设你希望算出来说 下个月这个客户要跟我购买的几率 好来去做分群 就是假设我分50%以上就是会跟我购买 50%以下就不会跟我购买 这个时候你就要去算总共要算几次 这边大概我们全部都算完 算完之后呢 算完之后我们就去把这 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件事了 就是说这边的距离是最短的 这边有两个点跟这个中心 是不是最短距离 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一个点 跟这个中心距离是最短 这边呢 这边有一个点跟这个中心 一定最短距离 那这三个点是不是跟它最短距离 对不对 对了吧 好 我这边是不是分成三群了 最短距离知道 好那请问你 这一个图看得懂吗 这边就在讲学习了 你知道要怎么做吗 这就是我要暂时停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边你要是能够突破 后面 你在学大数据分析会学得很好 学习就是在讲这件事 这张图变到这张图 有没有问题 没有 请你现在 我只希望你经由下课的时候 自己想 这张图怎么变成这张图 怎么做 知道吗 我还问的就是这边 这个是真的很重要的关键 看得懂这张图吗 应该看得懂吧 等一下我再问你们咯 你到底看到什么 这边就叫 我就称它为学习 这边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 好请你们 先去看我这边讲意在第几页 101页 好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这个B图变成C图 那怎么去算出来的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这边这一个群组他先画一个圈圈 这个群组他一定是先画一个圈圈 然后接下来把这个圈圈变成什么 取出平均值 取出平均值 这个圈圈里面四个点取出平均值当做是中心 好了那请问本来这个中心是不是随机选的 后来是不是变成什么 可经由计算算出来 而且合不合理 我觉得还蛮合理的 OK 完全不需要人工 好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现在是不是又开始再做21次 因为所谓一个一代 Iteration 就是重新再做一次 重新再做一次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每一个点 这个点是不是要跟 是不是要去跟什么 这个中心点算 然后这个点是不是要跟这个中心点算 这个点是不是要跟这个中心点算 跟这三个中心点算完之后 他就会知道说 他应该是跟这个中心点最接近 这个点是不是也是 他是不是要跟这个中心点 跟这个中心点 跟这个中心点来算 好 是不是算完之后 他是不是变成这个样子了 接下来请问 中心点要不要再重新算一次 要 中心点是不是要再重新算一次 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变成这三个点 这个三个资料点的中心点 是不是跑来这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中心点 是不是跑来这边 可以哦 所以这边是不是分成三群 然后最后变成是这样子 好 所以在这过程之中 你学到了什么 第一 完全不用手工纸币 所以没有监督的问题了 监督 监督好像就是指导 我好像要教你 你要这样做 一做什么 二做什么 三做什么 不是 就是你只要用这个方法的话 变成在策略上面 我觉得是蛮可行 可以去做一个分群的 可是他有很大的缺点 还有很大的缺点 就是假如说今天 当你的资料点非常非常多的时候 或者是杂讯很多的时候 例如说这个点 这个点是不是离这一个 跟离这一个 跟离这个 其实距离 好像这个最远 可是请问 这个点距离 这两个中心 是不是都蛮接近的 好 就算我们今天分出来 分出来之后 有没有可能把这一群 本来 本来比较正确的这一群 把它偏移掉了 你说有 那你要怎么办 移除掉了 就是把那个 距离这个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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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外多少的 剔除掉 当做是outlier 合理吧 但是请问你 多少以外算是 那个 杂讯 不知道了吧 这就是他的一个问题 还有 请问距离的远近 各位应该叫距离远近 是不是画原公式 这是个画原 所以 如果说你的资料的分群 只能是一个圆形 那不幸的是 我们在自然界里面 有太多太多的资料 未必是 在圆这个范围之内 属于同一群 对吧 可是不管怎么样 它已经可以帮助我们 解决一些问题了 所以这个公式呢 当时 当时被 发展出来 其实还蛮不错的 所以 这边 这个资讯 资讯人员 演算法 还是要给他鼓鼓掌 好了 那我这边 稍微补充一下 这个 起始 群职 中心点 选择的 方式 随便你选 你可以选 这三个点 你可以高兴选 这三个点 都可以 反正 我们是从 不知道 变到 知道 然后分好群 那我们 Power BI 使用是K-means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 试着做做看 试着做做看 所以呢 我们拿以下来算好了 拿以下来算 拿以下来算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是不是说 这两个算的会比较精确 对不对 好 我在家里算的方式 是用什么来算 我是用花瓣的长度 跟宽度来算的 好 所以算出来 答案是这样子 OK 我现在就要教你咯 怎么样去算 从二长 还有二宽 来去做计算 我这边所选择的方式就是 Iris 这里面 总共150点资料 我就从这个 这个 Cetosa 挑五笔 然后呢 这里面 这里面 Versicolor 挑五笔 再来 这边 Versicolor 也挑五笔 好 挑了五笔之后呢 我就放在这个 资料表里面 所以等一下请你们 靠过以下来 去打开这个办例 刚刚我已经给你们了 放在192.168.2.126 你是不是透过它来去读入 到Power BI的 就是那一条档案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OK 这边是不是一个 花瓣的长度跟宽度 所以 我先随便选三个中心点 可不可以选它 可不可以选它 可不可以再选它 可以吗 复制 好 贴上 我这边是不是有三个中心点了 三个中心点之后呢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这边我们就先不动了 这边是用花瓣 长度跟宽度来算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怎么算 我们是不是要算出来说 这个 x 这是y 对不对 它跟这个x跟y之间的距离 是多少 距离公式我写在白板上 好 所以怎么算呢 这个地方就是等于 sqrt 你知道我们现在要做什么事吗 我现在要做这一件事 我现在是不是已经决定好三个点了 随便决定 对不对 我随便决定三个点 你可不可以决定最后三点 随便你 随便你 反正我们现在要做第一次的一个分群 所以呢 我就去算什么 算这个 这个点 跟这个中心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一个点跟中心 然后 对不起 应该说 我每个点都要算三次 因为我有三群 看它的距离 谁对的 我就把它分在那一群 分在那个中心点那一群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这个ecell 所以等于sqrt 然后 这 这个数值二长 所以刮胡 二长 减去 这个值 要记得f4 这个绝对是ecell里面一个很基本的运用 因为我要锁定这一格 跟他的关系 好 右刮胡 平方怎么打 2 2 加上什么 距离 距离内不是相加的 距离 然后接下来加什么 加上 左刮胡 这一格 这一格 减 这一格 绝对符号 绝对值 然后 右刮胡 二格 平方 然后 右刮胡 记住哦 最左边是不是有一个黑色 右边一定会有一个黑色 这样才是相对应的 这样才是相对应的 接下来呢 复制下去 好 这第一格是不是算完了 那问题是 还有第二格 第二格怎么算 是不是等于sqrt 刮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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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二长 减去 第二格中心点的 x 绝对符号 右刮胡 二格平方 加上 左刮胡 这一个 二 寬 减去 他的 y坐标 F4 F4 就是加绝对符号 好 右刮胡 二格平方 然后 右刮胡 Enter 然后快速点亮一下 以这两个中心来看的话 这一个资料是应该归类成 假设这叫第一群 这叫 假设这是第一群 这是第二群 这是第三群 所以他是不是就应该归类到第一群 因为 这 这意思代表说什么 这个 这个 植物 他的二长二宽 他跟 这一个中心点 的距离是最近的 可以 好 第三个 因为我们还有第三群 第三个中心点 等于 SQRT 挖胡 然后 这个数值 二长 减去第三个中心点的 x F4 右刮胡 右刮胡 RQ 平方 加上 左刮胡 二宽 减去 这个 Y 直 然后 F4 右刮胡 RQ 平方 再 右刮胡 Enter 然后 接下来快速点两下 这还没有做完 我们 是不是要在第二张图这边做什么事 第二张图是不是要分好群 对吧 怎么分群呢 很简单 你看 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不是 我的分群是这样子 这里面这三个值最短的 把它标个颜色 比如说红色 这意思就是说 这一笔资料归在这一群 好 然后接下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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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最小 对不对 是不是归类到这边 接下来呢 这里面谁最小 你不要选错了 是不是这边 对不对 0.1 0.3 是不是都比它小 还有 这个值 这个值 对吧 谁最小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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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全部改成红色 可以吗 这个 意思就是说 这五个 是第一群 然后 接下来 这边全部 几乎都是 这一群 第三群 可以吗 你放心 这才做第一次 还没做到后面 我们才只做到 这一张图而已 哦 我们只做到 我们只完成这一张图 看得懂吗 因为 接下来我很多的那个策略 我都是先 转换成这个样子 然后告诉你 哦 原来方法就这样计算 我想你 你应该可以听得懂才对 好 请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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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动成文去做这件事 你拿出以示要来算哦 以示要可以做什么事 计算用 我们现在只做完两张图 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要做第三张图 稍微记住一下哦 这件事情是 我们要自动抓到那个平均 不是 自动抓到中心点 好 那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哦 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要去修改 第一群的中心点 第二群的中心点 第二群在哪里 假设是这一个好玩 假设是这个 第三群的中心点是这个 好 假设了 那我们现在怎么做呢 首先第一群是不是这五个 嗯 这五个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把这五个值 加起来平均 因为 这边的一个算法 第三张图是这样子嘛 就是说 我现在呢 我已经分好成这样子了 下一张是不是 我先把这个中心点先决定出来 再分群 记住哦 这张图其实告诉我们一件事 就是 我先决定中心点 一定是先决定中心点才能做分群 好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决定好中心点 它的平均值是不是1.4 所以把这一个值改成1.4 哇 哇 那你有没有想一想 那在Power BI里面大概要怎么做啊 好像这个时候就要用到变数了 我的那个指令 我的那个代表一定有教变数怎么做 就是要教这件事 不然你到时候连分群都不会做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0.2 那是不是就把这个全部加起来 平均0.2 根本就不用改 它平均值就是0.2 接下来呢 是不是这个地方 第二群是不是这一个 那就是4跟1.3 所以4跟1.3不变 对 接下来是不是这几个 这几个 我们就把平均值 对 三个 扛错键按住 加上这几个 是不是算出来 我的 诶 我算我自己的平均值哦 我跟你的那个平均值是不一样的 你有没有发现 因为每一次一代都不会产生相同的结果 直到什么 一代中心点不动为止 就算完了 可以吗 这就是这个方法的好处 什么时候结束 我通通都可以告诉你 你算了10次之后 假设你一代选择10次 自动停都可以 因为它就算完了 好 你看一下 这边的平均值是5.23 5.23 好 所以我就把这个值改成5.23 然后接下来呢 是不是这三个根 这六个 所以平均值是多少 1.82 所以1.82 Enter 重新 重新决定分群 对不对 因为 因为这边这个图 这边这个图 是不是先决定好中心点 是不是又要再画圈圈 好 所以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就是分群了 所以到这个地方先全部改成黑色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这是不还是最少 这个值 跟它来比 跟它 这是不是最少 所以变成红色 这三个值里面 这三个值里面 是不是也是一样 这个是最少的 最少 接下来呢 这里面是什么 1.67 这个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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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都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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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吗 我已经做到哪一张图了 我应该已经做到这张图了 可以吗 好 前面先动手做一下 好 那我们接下来 来 刚刚第二次 等于说又再做了一次 这样子的动作其实叫异弹 好 我们先决定好中心点 所以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 这个中心点很单纯 跟刚刚一模一样 所以是不是 选到这五个 所以平均值是1 对不起 1.4 然后 二宽都是0.2 所以这我想没有问题 接下来是不是 第二群 假设是这两个 这三个 这三个 好 所以二长 是不是一个 两个三个 所以这二长是4.37 所以这边要改成4.37 接下来呢 这个值要改成多少 是不是一样要选择 这一个 跟这两个数值 1.43 1.43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一个数值 跟这个数值 还有后面这五个 这个开始吧 对不对 好 算出来是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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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接下来就是 这个数值 跟 这个数值 然后接下来这五个 好 这算出来是1.91 1.91 1.91 请问 中心点是不是还有变动 所以继续算 所以 其实这边就不用算 这边公式是不是都固定的 我们就只需要做什么 直接把这个数值 好 重新改成自动 然后把它改成 红色 接下来呢 这三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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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接下来这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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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看到这个 你会知道什么事了吗 分完了 什么叫分完了 我懂你的意思 好 这个 是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希望看到的结果 而且呢 我们 中心点要不要再重新算 要 怎么可能不要 你不能这样子偷懒 因为大家要对中心点 这个中心点会不会变动 这个中心点算到这15比 是固定的值 对不对 对吧 如果我再加了5比进去 中心点会不会变动 会 加了5比 不一样的质量 中心点会变动 然后我们要再用那5比 就是加进去之后的新的中心点 然后呢 变成新的中心点 重新再做分群 这才是什么 这才是学习 我真的要告诉你们 我本来这一段是不想教的 我想说教你们至少会写R 可是R交来交去还是教你们画图 就跟早上我多教那80几种图的意义是一样的 可是你们还是不懂 为什么来上进阶课 老师好像还是在画图 错了 就在教你这件事 这样了解 就是说 假设我们今天 我们是拿分群来去找到 找到 以现在来去看 我们假设我们把那个 假设筛检的对 例如说 我们来去分析一下工训处 为什么明明报了名 又不能来上课 就是因为公务繁重 对吧 类似这样子的情景 那还有没有别种情形 我们来去分析出来 可是那个分析不是只有统计 我觉得要加速精气学习的 学习的精神放进去 意思就是什么 这个中心点会变 这个群是会变动的 我们就是在算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中心点 我们好好的再重新来算一下 所以呢 这平均值是1.4 0.2 没问题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这五个 1 2 3 4 5 平均值是4.54 可以吗 就要直接把这个中心值 改成4.54 然后接下来 这个五个 变成1.44 1.44 接下来呢 这五个 变成什么 5.68 5.68 然后接下来 然后接下来这个地方 这改成什么 2.1 好 那是结算到这15笔 Iris 这个花 然后分三群所得到的结果是这样子 可是你可能到时候 假设我们做研究可能会有第16笔资料加进去 第17笔资料加进去 到时候会因为你加进去的资料比数改变而导致中心改变 中心改变就会导致单群结果改变 对不对 然后请问你要不要一直不断的去修正 要吧 这才是真正我们学进阶课程一定要请你掌握重点 我等一下把这个中心点写在白板上 然后请你比对一下 一定大家都一样不一样的情形 这种可能你这里面的SQRT做错了 可以吗 先把你现在动手来做一下 好 如果您算不对 也不要回家当作业再算 如果可以的话 你就回去自己挑 自己挑个 例如说Cetosa挑个五笔资料 然后呢 这个Versicolor挑五笔资料 然后还有这个Versicolor挑五笔资料 好 来自己做一下分群的练习 这边还没有叫你写程式 对不对 好 那先不管怎么样 我们刚刚在这强调强调 再强调 那个 真的很重要一个观念 就是这个中心点一定会变动的 我只要告诉你这件事 正因为它会变动 所以会影响我们后面的分群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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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